这个小男孩是个死变态 他幻想自己有两位朋友 一位是奇丑无比的小丑 另一位是破烂的玩具熊 别看男孩坐在轮椅上 但是却可以用意念控制他们 而小男孩也被怀疑杀掉了自己的父母 警察认为小男孩的心理有问题 就安排心理医生过来调查 医生说自己很喜欢他的话 让他讲讲小丑和小熊的故事 男孩对医生说 小丑会杀掉危害自己的人 小熊则会像盾牌一样保护他 医生随手拿起一张画 问他小丑手上的是什么东西 男孩说只是一些普通的刀片 接着医生看到小男孩画出了自己的画像 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小男孩安慰他不用怕 小丑和小熊不会伤害他 医生见小男孩越聊越多 于是问起了他父母的事情 结果男孩却变得异常暴躁 不停地把医生的画像涂掉 医生马上按住男孩的手 突然墙上的话也被刀片划破 医生吓得直接靠在了墙上 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麻醉剂 试图把小孩麻醉 可诡异的是 房间里的温度迅速甚高 桌上的蜡笔都被高温融化 医生不敢再耽误时间 拿着麻醉剂要给男孩注射 可结果男孩用意念控制轮椅拉开了距离 紧接着医生拿着麻醉剂的胳膊 就直接挂到了墙上 医生强忍着疼痛 想赶快离开这里 可突然不知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 身体也被慢慢提起 而掐着他的人 正是男孩口中破烂的小熊 在外面监视的医生想打呆花报警 可却被不明生物控制住了手臂 同时立马拿出热成像仪 想看看是什么怪物 结果就从镜头里看见一个小丑 还没等他发出求救声 就被小丑直接杀掉 画面一转 小男孩出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后面出现一辆巡逻的警车 佛波罗热心的要送小男孩回家 可刚一上车 就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男人抬起左手 朝着应有黑圈的直立伸去 下一秒 胳膊居然伸了进去 男人直接吓出了第五个表情 接着男人把纸放在桌上 再次把手伸进黑色的洞洞里 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玻璃的纸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赶紧点赞加关注 爱的你的女朋友 就在刚刚 男人一个人在公司加班 心情非常不爽的他 正好遇到打印机出了故障 他用力一提打印机 打印机里出现一张黑色圆圈的纸 男人好奇的脸上似乎有点好奇 他喝口水冷静一下 结果发现 水杯居然掉进了黑洞里 男人赶紧伸手进去拿 诡异的是 水杯又被拿了出来 接着男人拿着黑洞来到售货机前 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人 然后把手伸了进去 果然不出所料 男人隔空拿出了售货机的巧克力 他边吃着巧克力 边看着手里的黑洞 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来到老板的办公室门前 用黑洞从里面打开门 然后走到保险柜前 把黑洞贴了上去 确定了周围没人后 把手往里一伸 我的天哪 保险柜里的2000万就这样被他拿了出来 男人又继续往里拿 直到拿出了两个亿 男人还是不满足 他直接整个人爬了进去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男人就这样永远关在了保险箱里 看完这个故事后 你有什么感悟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 500斤的胖子身体迅速膨胀 所有医生吓得赶紧往外跑 只有一个没点赞的医生留在原地 下一秒 胖子身体直接挤破了玻璃 医生也被挤在了屁屁里 接着胖子变成了一个巨人 腫了跟腫了一样 随意的在街上逛街 他来到一栋大楼前 看见身穿黑色白裙的黑妹 然后抬起左手就伸进窗户里 黑妹吓得大声尖叫 不可思议的是 胖子只是看中了桌上的鸡腿 他用小手一拽 把鸡腿拿了出来 一口就塞进嘴里 没过多久 胖子肚子一阵疼痛 奥里给在胃里一阵翻滚 似乎是刚才的鸡腿过期了 然后胖子撅起屁股 一瞬间 整个城市都被屁给吹跑 空气中弥漫了浓浓的臭味 18岁的小姑娘都被吹得横了过来 躲在角落的流浪汉躲过一劫 他掏出伙计想要压压惊 佛波勒看到后马上阻止 可已经来不及了 进阶着 好在这只是一场梦 胖子感觉自己必须要减肥了 不然真会有这么一天 他来到健身房 想要举雅铃减肥 结果雅铃直接掉了下来 想要学健身操 结果弹簧床都被他压扁了 好在胖子是一个科学家 他研究出一款药水 喝了以后 胖子果然变成了一个瘦子 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身材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是李珍 喜欢了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 一个蓝衣女孩参加选秀 主持人问他叫什么名字 女孩只是摇了摇头 主持人耐心地又问了一遍 这直接把女孩问生气了 丢下手里的娃娃就朝评委洗走来 在上个评委身后转了一圈 然后停在黑妹面前 他掀开黑布 露出一个铁字的木盒 然后从里面拿出几张照片 上面全都是重要的通缉犯 接着女孩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 写的是一起还没破获的连环杀人案 女孩用手指着黑妹 让他指出凶手的照片 没有办法 黑妹只好随意地指了一张 然后女孩让黑妹用手按住照片 下一秒 原来是另一个评委故意按下淘汰键 来缓和下现场的气氛 可女孩却没有一点反应 他拿出相机给评委拍了张照片 诡异的是 照片里面 黑妹刚才指的杀人犯 居然就站在他身后 他又把折叠的报纸打开 凶手就是黑妹指的照片 随后女孩慢慢地走回台上 迎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而这就是她要表演的才艺 女孩是网上有名的灵异网红 她也经常出现在各大选秀现场 好了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 女孩长出一根细细的粗尾巴 吓得她拿起剪刀就要剪掉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可女孩相当怕疼 始终对自己下不去手 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条尾巴竟成了她的复仇工具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第二天 她去学校上课 白色的黑妹故意撞了小丽一项 下一秒 黑妹直接晕倒在地上 等她醒来发现 手掌已经摔破了皮 可是事情还没完 黑妹几个人在学校继续欺负小丽 不停地用球砸她的球 小丽只好用双手护住球 砸了五年后 小丽站起身 又死死地盯着欺负她的女孩 诡异的是 女孩莫名其妙地流出了鼻血 而小丽却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随后小丽去超市买东西 无意间碰到了暗内的小帅 她害羞地赶紧跑 却被小帅叫住 并且还约她参加晚上的舞会 小丽十分高兴 可到了舞会上才发现 小丽的仇人们都在这里 并且还一起取笑小丽 一瞬间 小丽又发动了超能力 女孩直接被水卡住了嗓子眼 不停地呕吐 小丽终于意识到 或许是自己的尾巴起了作用 她十分害怕 但是又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第二天 小三又约小丽出去玩 两人来到一片漆黑的小树林 一番成长过后 小丽告诉小帅 如果谁要是背叛谁 就会遭到惩罚 小帅果断的犹豫了 但还是答应了小丽 可下一秒 小帅全身抽搐 直接去了西北 小丽吓得大声尖叫 这时 小帅的电话响了起来 她拿起来一看 小帅的手机上 居然是欺负她的女孩 原来 小帅是个渣男 只是贪图小丽的美色 才被尾巴诅咒 如果您有一根这样的尾巴 你会留着它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 女人拿着一颗金牙 丢进盒子里 下一秒 不远处就掉下一颗 长百米的金牙 赶紧点赞加关注 爱得你最好的朋友 就在刚刚 夫妻俩在水泥里 发现这个盒子 他们简单清理了 表面的污质 然后打开银制的铁盒 只见盒子里 冒出无数黑烟 女人用力一吸 好像有一股臭尾 她用力把烟吹散 结果周围就刮起了大风 男人觉得是盒子的原因 二话不说的也吹了一口 紧接着 一股更大的风吹了过来 原来 盒子可以吸收任何东西 并以百倍的体积返还回来 女人心里产生了贪婪的想法 她望着丈夫的大金牙 一拳锤了上去 然后拿起金牙 轻轻地扔进盒子里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好在夫妻俩并不贪心 一颗金牙就够他们花一辈子了 她小心翼翼地盖好盖子 然后重新放回泥土里 可盒子稍微一歪 盖子裂开了一条缝 大量的淤泥灌了进去 下一秒 巨大的洪水就流了过来 两人也引恨去了西北 我是李子 喜欢了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 这个石头可不是一般人 男孩只是说了句想吃棒棒糖 他就在裤兜里掏出了一根巧克力 紧接着 从他的裤兜里飞出无数根巧克力 随后男孩继续许愿 让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的人 从此不再为钱发愁 男孩还想要一本魔法书 突然 从天上掉下一个巨型的魔法书 男孩似乎尝到的甜头 又接着许愿 想要一座石头城堡 很快 他的身后就出现了一座城堡 朋友小帅也想许愿 可大壮就是不给 三个人用力撕扯 结果把石头扔下了悬崖 三个人马上下去找 正好在一条河里的石头上发现了他 大壮马上过去拿 结果发现 河里的并不是石头 而是鳄鱼的嘴巴 鳄鱼一口把许愿石吃了进去 然后许了一个愿望 岸边马上多出了五条眼镜蛇 吓得小帅赶紧逃命 大壮十分的勇敢 直接冲进鳄鱼堆里 朝着鳄鱼嘴里用力一跳 钻了进去 鳄鱼一阵恶心 直接把大壮吐了出来 身上沾满了奥里给 大壮马上拿着石头 命令眼镜蛇消失 下一秒 眼镜蛇果然全都不见了 就在这时 鳄鱼跳跳来到他们身后 直接两条腿站了起来 用诡异的姿势朝他们追来 眼看大壮跑不掉了 他心想 如果这时有只大鸟就好了 很快 一只巨大的翼龙飞了过来 抓着三人就飞到了天上 然后把他们放在了刚才的城堡上 没想到的是 鳄鱼也跟了过来 并且还会直立行走 危急关头 大壮又许了一个愿望 三个人马上回到了家里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一个许愿时 你会许什么愿望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